機械手臂把鋼板折彎做成工具箱的抽屜 或是這鐵板底座鑽動加工 不管是機械零件還是工具機 都是台灣重要出口產業 台灣美國貿易大幅回溫 過去一年台灣對美國的貨物出口額 高達720億美元創下記錄 攤開經濟部統計 今年1到10月出口美國佔比 第一就是機械零件153.3億美金 電機設備143.5億美金位居第二 汽機車跟零件名列第三 今年都還沒過完 出口總額成長率 已經比去年高出將近三成 台灣也成為美國第八大貿易夥伴 疫情的關係造成轉單效應 有很多製造生產的活動 在國外不方便進行的轉來台灣 第二個台商回流產生的效應 然後第三個我們的科技實力的累積 專家點出關鍵就是因為美中貿易戰 中國對美國出口的許多產品都被科增 25%關稅 台商徹中回台 加上疫情之下美國對台灣晶片需求大幅增加 也刺激雙方貿易發展 兩邊都要做 我們台商是以貿易為導向的 在中國大陸的要優化它的產品結構 要提升它產品的性能 特別是中美貿易戰現在延伸到科技 美中角力促使台美貿易回溫 只是兩邊市場都很大 台商夾在中間也必須取得平衡 三立修理 加入趙家宣 台北報導